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 在观看《大驾鲁布图》的照片时 也深感震撼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向李大成详细了解了 当时的创作过程 以及作品目前收藏与归宿的情况 对《大驾鲁布图》 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9年10月28日 一个暖融融的秋日 北京奇迹般地迎来了 当年的第一场大雪 随着片片额毛大雪徐徐飘落 遮盖了近20年的《大驾鲁布图》 终于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大厅里 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首次与世人见面 出席展览开幕仪式 并观看展览的 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 全国政协副主席白丽晨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 国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忠 中国文联副主席秦志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多位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统战部 文化部 中国美协 中国书协等领导 和海峡两岸著名的书画家 以及社会各界观众数万人 就算了 宝贝